Yo 你好 我是Tom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一次的影片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前陣子有跟大家說 就是想要看看你的作品做得怎樣 然後我們可以藉由這個方式來說說你的作品 然後也可以讓我得到一些靈感 可能很多人沒有看到所謂我的髮文 因為我本身我就是不是一個流量很大的創作者 所以在這方面我想要再跟大家講一次說 你如果有作品然後你得不到任何建議 還是說可能你需要一些不一樣的靈感 然後你可以透過我的頻道 你可以把作品寄到我以下的那個email上面 之後我們會透過像這種方式來欣賞你的作品 對 然後由於這一次我們就只有得到一個觀眾 他願意寄他的作品來給我們欣賞 然後我也很感謝這觀眾他願意陪我一起做這個企劃 接下來我們就會來欣賞他兩個作品 為了尊重你好好的聽你的音效你的音樂 對 戴上眼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好好的來欣賞一下 這個KK KKMOOL KKMOOL KAYL的作品 他總共他有兩個作品 什麼首先我們先來欣賞哪一個呢 我們先來欣賞 應該是一個咖啡子咖啡的商品 對啦所以商品影片對我來講是非常熟悉 因為我很常做商品影片 這邊我覺得前面到這個部分都是很不錯的 只不過我覺得你的調色方面可以再更好 因為我認為你的調色他目前是有點平的狀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用這個style 對 但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在音效上面我覺得處理的非常的好 他放很多很細微的音效其實是我蠻喜歡的啦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因為你的字體啊 你都放在你的畫面的正中央 這樣會導致你的字體有點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比較喜歡你把字體再往大概 在緊緻線的左邊你的畫面的 微左或微右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讓看的人會比較清楚 你正在寫什麼東西 可以聽到很清楚的機車的聲音 我覺得音效他是唯一可以改變一個影片的節奏 一個調性還有他的氛圍 所以我覺得他在音效這方面啊 是做得非常的好 碎石鹿的聲音 腳部也搭配的非常的好 首先我要稍微講一下齁 就是說你的影片基本上他是沒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但是硬要講的話啊 你的音效正常來講你的音效總類不夠多 我說總類不夠多是因為說譬如說你在倒咖啡的時候 你倒咖啡的音效基本上都是同一個音效 你可能你把你的那個 你的素材把它分兩段 所以他倒的音效 他出來的音效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你可以試著將你的音效把它分成很多種 譬如說你倒水的音效你可以抓個兩三個種類去把它做重疊的一個感覺 之後你的音效展現啊會更立體一點啊 我是這樣子覺得 因為我每次我在處理音效的時候 我都會把音效分很多種類 甚至到七八種 十種都有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呢 調色基本上我不會講太多 因為我自己調色也沒有說非常的好 還是說甚至到那種電影級別 我的沒有 只是說你的調色我認為他還是處於在log狀態 他並沒有完整的調好 所以在這部分你如果說你可以調的更好的話 相信你這個影片的加分的程度會更大一點 然後另外我發現你的影片他都是那種比較慢 節奏比較慢一點 比較溫柔比較溫輕一點 我覺得這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不過在看的人他的tension 我說tension就是我在看的這個情緒啊 他並沒有高低起伏的感覺 他從頭到尾都是會有一種拼拼的感覺 如果說我今天我是廠商的話 我會希望我的商品影片 他的節奏是可能他是一開始是很平順 然後他會有點高低起伏 讓我們這些觀眾在看的時候 有更多這種情緒 這種Wow的感覺 我覺得這種東西你都是要經過慢慢的練習 還有多看別人的東西 還是說你可以多做 然後多去嘗試不一樣的風格 所以你如果說要抓更多風格啊 只是要經過很多時間的累積啦 對我覺得你這個影片做得非常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看你第二個影片 ok 良品開飯 看起來好好吃喔 顏色調色還是說氛圍啊都是完美的 也沒有太多運鏡啊 可以充分的表現出這個食物它的美味 剛看了你這個良品開飯啊 我覺得你的風格非常的明確 你的風格通常都是走比較柔和一點 可以讓這個美食看起來 就是會非常的可口 然後我這裡其實有幾個地方想要跟你說一下 首先一樣是剛剛的字體 因為我發現你的字體很喜歡擺中間 還是說用白色的部分 所以在很多背景跟背景在重疊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看不清楚 它字體上面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你可以再稍微再做一點調整 我相信會更好 燈光啊還有說你的剪輯的方式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好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美食影片 但是讓人去關注在美食 這個點上面不會有太多的過多的調味啦 因為有時候說過多調味是 你可能加很多轉場這樣 跑來跑去這一種東西啊 我覺得你在這方面你把你一些所謂的轉場也 掌握得非常的好 不會過多 你的音樂啊 我覺得你的音樂啊 我覺得你的音樂它是不是 那個beats啊太重 就是會覺得說跟你的影片的節奏會有點搭不起來 因為你影片的節奏是非常的柔和 但是你的音樂它是 確實非常的有 beats非常重非常重擊這樣子 基本上我是喜歡這個音樂 只不過呢 我覺得你在選音樂這方面啊 你可以再選更多 比如說他可能搭配這個畫面是非常的柔和的一種音樂 或許你在選音樂這方面 你可能你可以再多下一點功夫 選到對的音樂 通常就是整個作品會大大的提升那個質感 我覺得欣賞別人作品有非常多好處 比如說你可以知道別人他的風格 他的靈感是怎樣 以後透過這個作品 你可以放一點這些元素在你的作品裡面 也說不定 因為每個人做的東西本來就是 他不能以很主觀的方式去說 這個作品好還是不好 因為對我來講 我不會去批評人家作品說 這個作品一定是好 這個作品一定是壞 因為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所以他只要他願意提供他的作品出來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好的作品 這一次欣賞你的作品啊 算第一集 如果說 有一些朋友你也想要提供你的作品給我知道的話 記得到我的官網的email裡面寄給我 然後我會找時間拍出一樣這樣子的欣賞你作品的影片 OK WASHITOMO 如果說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順便Follow一下我的IG 我每次我說Follow我的IG 我的IG都沒有跑出來 這次一定會跑出來 對 然後 接下來我要放一個長假 然後要做一些很大的案子 記得這個按一下 你如果說你有任何想法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 我們會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見 掰掰 是可以如果你打到一段影片 回到最為奇充力 你不獨て 就不用了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